很多遭到淘汰的木造家具 往往只是風格落伍 而並非不堪使用 高雄就有創作者 是將回收的木材 還有鐵劍 打造成這個材料 來結合打造客製化的家具 而且減費除了從後端回收 也能從源頭做起 無包裝消費的概念 就應運而生 中山大學近期 就有首家無包裝的商店 進駐校園 將舊推車搬下貨車 準備跟備木料結合 做成椅子 貨架排滿 從郵局回收的木抽屜等材料 木料在臺灣並非回收物 但多數遭廢棄的木造家具 往往只是風格落伍 並非不堪使用 讓設計出身的楊大廣 覺得可惜 我們其實不會特別去強調說 我們用的材料是舊的 我們只是告訴他們 我們用適合的材料 那很多東西 其實我們都知道說 它並沒有壞 它只是被棄製 破舊木窗的玻璃 經裁切就能裝到其他櫥窗 同類型尺寸的回收物料 被規格化整理後 除了讓消費者 能從中挑選想使用的材料 也讓回收物料 再製的家具 有了量產可能 我們經常使用 棺板這個元素 那常常會剩下棺板中間 這個叫角粒 又粗又硬 然後很難切 然後又很難整平 那常常這樣下來 我們就是工廠會剩很多 這個材料 那我們就想說 怎麼去把它做再利用 棺板角利用 牙條腳缸串連固定 做成椅子 節省了回收物料處理的時間跟成本 並賦予木料新的生命 但減少廢棄物 除了後端的回收再利用 也有人嘗試從源頭開始 拿出自備容器 將零食裝進去後結帳 一桶桶的清潔液 想買多少就到多少 全台手家開在校園內的 五包裝商店 好奇的學生進來一探究竟 發現減速並沒有想像中的難 刷子吸管等商品裸妝成列 沒有包裝大幅降低塑膠的使用 認同理念的顧客 自發性帶著容器來消費 校方也希望透過無包裝商店的設立 將減速概念推廣到全校 讓永續從校園環境開始 記者 高雄報導 記者 高雄 然後廣告